不小心撞到 沒有注意到就對了 閃不及就對了 新車 本來就是按照標準的 只是這個力道太大了 根本就沒有煞車 好像請啊 太高了吧 女婿是坐這裡航了很久嘛 可是根本說五六人都坐不了 都是在做這種景點的工作 所以是很有經驗的 大概幾歲了 一個上幼稚人 一個還沒上幼稚人 女兒今天本來也是想說第一次車子降落 第一次要跟著她出去跑過去 我問女兒沒有出去的啊 我剛剛去電話看電話的工具 所以她沒有在線上 就是掛三樓才跑過去的 所以下次見